第十七世 第十七世 是講到 我們的 腳層內八字 然後 雙手擠起 接著我們先吸氣 吸一口氣 然後慢慢的吐氣 兩手張開 大拇指跟小指張開 然後微微的翹 這時候把注意力 放在 人中穴 呼吸的時候很自然的 吸氣知道吸氣 吐氣知道吐氣 全身放鬆 而把注意力放在鼻孔 我們可以一面 默念心經 或者是大悲咒 或者是金剛經 最好 要站五分鐘到十分鐘 起初開始的時候 以三分鐘 為開始 慢慢增加到五分鐘 十分鐘 如果我們能站到十分鐘的話 我們的腿就有勁 人到老年的時候 就是 腿部無力 人 腳無力的時候 生命就有限了 所以 腳有力的人 打坐 就可以坐久 我們一般人練打坐 如果不先練腿弓的話 往往打坐以後 變成 雙腿無力 那就麻煩了 所以 這個對我們打坐 以及我們的長壽 有非常的 關係 平時我們隨時都可以做這種動作 當然吃飽飯是不可以做的 這個是特別為上班族設計的 叫做室內爬山 兩隻手呢 背後相扣 兩隻腳呢 就是踢這個臀部 臀部呢 有這個環跳穴 所以 對坐骨神經 對我們的腿部 有相當大的幫助 我們到五十歲的時候會五十肩 平時我們做這種動作的話呢 就可以預防五十肩 所以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的一種運動 讓我們身體呢 強壯 這個是 達摩十八手以外呢 最簡單的 氣功 那麼一般人因為沒有時間做這麼多十八手 所以我們用最簡單的 單單以一個氣功 一個彎腰 吐氣 然後 吸氣 吸氣 那麼吸到手伸直的時候呢 腳跟提起 接著就是吐氣 慢慢的吐氣 吐氣 只要是彎腰我們就吐氣 最好是面向東方 早上五點到七點 效果最好 然後吸氣 腳跟提起 放下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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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用鼻子 這完全用鼻子 面向東方 單單做這個動作呢 幾乎所有的效果呢 都可以發生 那麼最好是早上 五點到七點 五點到七點呢 做十分鐘 那麼十分鐘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的血脈呢 運轉 可以使我們精神白備 人 就是活在一口氣當中 這個氣 要讓它和順 就這麼簡單 彎腰吐氣 然後站起來就吸氣 完全用鼻子 全身放鬆 接著放下吐氣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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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手碰地 然後 舉起 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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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提起 放下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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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連續做十分鐘呢 效果才會產生 平時我們覺得很疲倦啊 我們就可以做三分鐘五分鐘 很快地解除疲勞 然後精神白備 最後我們把這個氣提起來放下 通常我們打完這個氣功以後 就是不要去碰到冷水 經過十分鐘二十分鐘以後呢 再喝一點溫開水 平時呢也不要喝這個冰水之類的東西 對身體不好 手搖搖啊 踢一踢啊把這個氣呢 散掉它 這個打某十八手呢 就是要讓我們身心舒暢 筋骨呢 活絡 打的時間呢是在早上五點到七點效果最好 然後我們如果是持續的有耐性的做下去 十天八天以後呢就會產生效果 當然其實我們拍打魚的時候 手腳都會瘀青 這個不要害怕 十天八天以後呢這個瘀青就消失了 表示這個病沒有了 開始產生功效了 所以世界上成功的人不是他的才華很好 而是能夠堅持到底有耐性的人 最後才能夠成功 我們健康的身體是一 事業家庭事業是零 所以我們要先寫一再寫零 所以有了健康身體才有幸福的家庭 才有美滿的事業 最后祝福各位身心健康 萬事如意 阿密佛佛